3月6日晚上的《鱷魚談》 跟大家說一些很威死激心的事情 就是任何在《鱷魚談》裏面 或者MIHK頻道裏面所說的 關於中國武漢肺炎 又或者吊咎這些弱勢社群 譬如張超雄之流 那些是耶嵐這些嵐樣的時候 一定是被人家搞的 昨天小弟說了一條片 說了中共倒行逆施 指鹿為馬顛倒是非 毀過於人 將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責任全部射薄 又不肯道歉 還吶咎在這國家裡面輸入這個病毒給他 這條片出了一支 開頭的走勢非常零厲 殊不知未到第五個小時就開始停下來 原因是為甚麼 被人將我的影片Yellow Label了 以及禁了18禁 即是本人說限制可以看到的人數 真是火都來咎了 Youtube的確是打壓我們這些黃色的KOL 或者是網台等等 說起被人打壓就慘不等 後面 這個我們香港盤載成長的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剛剛就有條條例就說到 這個CCTVB說任何的免費電視 再沒有必要播放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 為甚麼會這樣呢 主要都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香港電台做的節目其實都沒有 因為它是官方的媒體機構 它做任何的事情都會是就住就住 避避避忌忌 小馬大幫忙 它都不肯是 它真的做足了一個媒體 應該要有 試其試 非其非 你要做錯就大力吵咎你 我們見到香港電台的記者 尼君娜小姐也都在很多警方的四點鐘 講大話招待會 臨病月娥的一些記招裏面 狠狠地問到這些問題 令到他們情何以堪 搞到臨病月娥的分鐘 他們都爆氣 臉都紅了 你幫很多的香港市民出了氣 在過去這六個多月裏面 這個反送中的修訂問題裏面 香港電台電視部做很多的節目 都是緊貼的時事 將事實反映出來 什麼831、721 甚至無前一排一條 為什麼那些口罩不見了 CSI口罩 做得非常之好 當然還未說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吳智森 當然我覺得他在平時的網台節目裏面 說出來不是我們有那杯茶 但在頭條新聞裏面 他作為發揮一些有娛樂性 風痴時弊 還有小禎子 加上現在的警棍 又有Cusson 做得非常之好 幫市民出了氣 又玩糕 這些混蛋的警察 政府的官員 為什麼香港政府 這麼不想順眼呢 不想順眼就不是今天開始了 剛剛PK等香港警隊一哥鄧炳強 就已經是吵了 吵了老母 又說香港電台 就是RTHK 做些事就有偏頗誤導市民 特別是一些死因無可疑的 香港死去了一些自殺的市民 有誤導市民之嫌 甚至無在過去這幾個月的社會運動裏面 很多一些新聞的議題 或者社會裏面出現一些動蕩 一些暴力事件 警方認為 或者是一些的倒路 交通燈被破壞 沒有大力 站在政府那邊譴責這些示威者 沒有叫他們做蟑螂 沒有叫他們做暴徒 反而就是把黑警的惡行 各方面的東西冷嘲熱諷 很不笨合PK等的那杯茶 出言就是吵咬他 但早的PK等更加有條 死全家之中的死全家 吵你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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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吵你老米 林工震應 於這個 之後 竟然出爾反爾 嘯你老美 你吃碗面 反碗底 食君之鹿 你當然是擔君之鎬 嘯你老美 你不擔我之鎬之後 竟然是出議反議 你應該要講一下社會的問題 用官方的角度 官方的看法 官方的一種偏頗的角度 將他們想講的訊息帶給市民 並不是站在市民的立場 忠肯地將這件事適合與措斜給市民 你已經是站在市民那邊 不肯是站在政府那邊 你受我的錢 嘯你老母就應該幫我們做事 大家只要有與共產黨打個交道 就會知道這些傻子 他們覺得 嘯你老美 拿了我的錢 你一定要站在那邊 不是你就是混蛋 但你別忘記 RTHK並不是你良公振英 嘯你老母訓練出來的官方媒體 也並不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立國之後 栽培出來的一個官方媒體 是偉大的大英帝國 殖民地時期 一群很高質的政府官員 扔掉這群RTHK的人去海外受訓 學到一個正宗的傳媒 一個中肯的傳媒 一個專業的傳媒 怎樣將時事的東西帶給市民 怎樣真真正正利用大家市民的公帑 大家市民的稅金 去做一些真實的資訊 評論 紀錄片 所有的社會議題 看回以前拿獎無數的獅子山下 在城市論壇裏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趣的東西 當然這幾年都在了 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都是經香港電台製造出來 瓦軸共賞 是真的沒有花錢的 令到香港的branding shine 之餘 令到香港的市民得到娛樂性和資訊性 但當然這些功勞當然不肯是你這群中共的死走狗 也不肯是你中國的共產黨 英國人的光輝 英國人的榮耀出來 現在在做一件事出來 香港電台就不肯看你的台戲 拿你的錢 忠實報道你的悉痕 你當然是看他不肯順眼 所以689在他任內以來 一直都是把這些小問題大小事化大 不停說香港電台拿了公帑 做了KBI出來 就好像不肯對待 評價好像不太夠 又說幾個channel 你們送這麼多的公帑 是不是屌你老美 下美大不調 你拿這麼多錢 是不是要這麼需要 浪費這麼多的公帑 不停在質疑他 給他這麼多難題 好了 直至現在 已經不赤裸裸 就擺明他不能討他們 直接叫所有免費的電視 的channel 不肯好播放他的東西 好了 現在你問了 究竟這一幕有甚麼東西的影響呢 如果看回早在2018年 這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常任秘書長 李敏禎小姐 看清楚這張照片 我是說清楚她真的是小姐來的 大家不要讓人教錯 她不是先生 這一身的扮相 大家不要讓人笑人 她也不想 她媽媽和她閣下 但是她是李敏禎小姐 記住 小姐 當然也不要讓她拿 和李君阿比 OK 李敏禎小姐 她就說明 這些免費的 拿到大器電波牌照播放的電視台 OK 你是有義務 每個星期要播放四十個小時的時事 資訊 服務老人家 兒童 教育電視 其中RTHK製作的節目 每個星期 你起碼要有三個半小時 是要播放到他們的東西 當然 現在剛剛通過了 不需要再放RTHK的節目 TVB就立即公佈過時間表 原本7點至7點半 要播放RTHK的 說一些社會評論的節目 就立即停播 不肯死播 夠膽死播 這個屌你 阿喬你年輕人的時候 看過什麼東西 叫做忍者亂太郎 有 你那時候幾大年紀 小學 起碼說十九多年前的 屌你六美的卡通片 你是不是記憶 是呀 然後被網民再吊他之後 他就立即再要轉行程度 其實現在你這樣看 RTHK已經有第31和32台 在經過這個社會運動裏面 其實亦有很多人 很喜歡看RTHK還是第32台直播的節目 OK 同時之間 在現在這個時勢裏面 又有幾多人會看你 CCTVB 是不是呀 那你已經是沒有人看的時候 就算RTHK的節目不在裏面播 又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不過這樣 如果你TVB 根據你的contract裏面 去說呢 播放每週三個半小時RTHK的節目呢 你是你的責任 如果你無法完成這個責任呢 你是要負責四億的錢出來 要補貼這個貧困費的 當然啦 邱騰華也不肯使他給的 你老母子臭大理 不肯使他給這四億 你不肯還給RTHK 讓他們可以做很多的一些經費 製作的費用做好一點 當然大家想都不肯使他 不會做這件事 那是什麼呢 即是說政治打壓之餘 還有利益輸送 無論如何送了四億給TVB 這件事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我們香港現在的社會裏面 官商勾結 ICAC我覺得你一定要出來做事了 要查清楚 究竟你老母子 為什麼那些官員可以這樣做 明益這個上市公司 好了 第二件事 我不會太替RTHK去擔心 因為在共產黨裡面的眼中釘 他們是不用一些很聰明的方法去移除他 而是用這些明張木膽的方法去打壓這些異己的時候 現在的香港的市民 當然是會同仇敵蓋 你老母子 咋咋咋咋 like 咋咋了RTHK 人不咋同的page 咋咋咋咋 我們上去Youtube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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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有片更新的時候我們看得到 世界已經不咋同了 我們不會再這樣坐定定在這裏 等你這個時間 等你播放RTHK的節目 亦都在這幾年 你們除了要不停攻擊他 找到很多小問題 小事化大 希望可以剷除他之餘 TVB亦都很敢配合你這群混蛋 將他們的節目放在山卡拉的地方 說你下班的時候都做了 哪有人看到 除非是家裡的阿婆 說你什麼的比萊坦 或者說你老人痴癌症 說你什麼坐在這裏 又在那裏震懶著 看完都不知道自己看什麼 這些Rating 這些看完 這些audiencehip 又能用嗎 現在已經說了互聯網的時代 大家都可以定時定後 在我們安全 舒服 宜和的時候 收睇的節目 那又用你的大喜劉魔來看嗎 但是最後一件事 你就要見得到 共產黨永遠 喜歡做的一個問題 就是將一些原本 可以不需要這樣去搞的事 用最蠢的方法 去解決整件事 而到最後 更加把你原本不想 幫忙這個 例如RTHK的觀眾 去看的時候 更加將它全部 全部推到他那邊 幫他做一個孔明借戰 將原本你不想給他的東西 撥勾給他 將資源 屌你老母 以及那些人的support audiencehip 全部拱手給他 我不擔心 只要有位香港市民在 一定撐爛他 我現在反而 希望共產黨 你快點打壓我 屌你梁振英 你快點出來撥脫我 屌你老母 死黑警 你快點來搞我 你一搞我 就更加人知道 MIHK TV 這是什麼東西的 心黃的channel 惡如潭 一定是 每天都吵咬你 你不肯搞我 沒有人認識我 我少了觀眾 快點來搞我 搞我 就更多人看 這些就是一貫共產黨 笨人 去做事 得到一個反效果的結局 打散 觸信 散